早安 喂 听得到吗 谢谢 这是补演唱会啊 就算叫我也没有办法唱歌的 不好意思 那我想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有一次 在台湾的 Fantific Programming的Country 那就像刚刚树西跟我们讲的 我们其实在台湾从2019-2020年开始 我们就在办理这些 为了Scientific Computing 或者是Engineering 所有的程序开发的活动 当然一开始人很少 那后来人就越来越多 但以我自己的标准 我会说我们还可以更多 那我们高兴到2023年 我们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办一个研讨会 可以让我们过去做过的很多事情 做了一些总结 看到我们大家的成果 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规划 我们接下去想要再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 可以在我们所有的议程开始之前 和大家报告 说明我们是什么 还有我们做了些什么 做事情 还有我们可以在座做什么 那第一部分我想先把我们在 我们那个很不错的网站上面 下面也只有很多要很棒的那个 数字会掉下来的网站上面 我们有写一些我们这个 sidework社群的目标 这个是稍微节选一下 把这个文字重排 作为我们社群当活动 以及写程式的总纲 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社群 我们是很多很多人 每个人都在里面 而我们会服务做研究的人 以及做工程的人 但并不是说我们服务了researcher 还有engineer以后 就只剩下这两种角色了 其实我们想要包含 所有角色的人 参与社群 而且可以把这些角色 全部都扮演得很好 而重点 这是我们社群集中力量的部分 是要服务研究以及工程的 那我相信这是 许多社会上面的团体 技术上面的团体 他们不见得有特别针对的地方 那也是我们的特色 我们可以基于这样子的特色 还有认知 来跟我们有在乎的事情 人以及事 东西可以互动 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这边做 系统开发 整体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享受这样的关系 那这里面的重点 把好我们 所以前面的这种纲 我们是要写程式的 当然很多的技术社群 尤其是软体技术社群 他当然也是要写程式 但是不是每一群人 他们都特别强调写程式 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因为程式写出来 是要有人家用的 而你在用程式软体的时候 你到底说不应该需要了解他 为什么 或者他总被撰写过去开发出来 写程式的人 总是应该要少于用软体的人 不然这整个系统结构就很奇怪了 如果我自己都能写程式 那我何必再要去跟别人买软体呢 所以写程式跟用软体 确实是稍微有点的分开 但就互相关联的事情 而我们在side work里面 我们要写程式来提倡 或者是增进研究 以及工程开发 我们注重在写程式这件事情上面 那目的 或者我们要服务的课题 或者是科学研究 数值计算 以及工程 那这边稍微我们会说 这里讲的engineering工程 它其实当然就不是软体工程 不是写程式来做工程 而是写程式来服务工程 那当然因为我们在做软体工程 以及我们做所谓一般的工程 我们都用同样的字 所以不管是中文和英文 都是这样 所以容易有一点点混淆 那我们这边其实写程式执行软体工程 来服务科学以及工程 稍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是非常有趣 而且是非常明确的目标 目标在建立在这些目标之上 我们想要执行的手段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是要做开放 我们会使用开放原始码的手段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开放的心态 我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公开给所有人参考 那我相信这并不是在每一种事务上面 都能够执行的 譬如假设在做如果有人 执行一些国防科技的开发 那我奉劝千万不要开放 这是有不可开放的理由的 但是我们一样可以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它里面共通的部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们既然什么都不隐藏 我们就没有花任何力气 在这些不必要的隐藏上面 那既然我们所有东西都开放 我们可以存取到所有的事情 可以自由的发挥的时候 剩下来就是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创造力 用最有效率的方法来使用这些资源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在没有任何限制的状况之下 达到最高的生产率或是最高的效率 这开放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好处 也是我们希望在ciwork这样子服务科学计算工程的社群里面 我们可以占到的优势 当然我还是回来强调一下 我们如果有一些保密义务 我们就是要遵守保密义务 这些保密义务都是有道理的 我们并不是要开放所有的事情 而是只要尽可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开放 来成就我们能够执行效率的所算 那在具体 落实到我们的活动上面 或者我们社群所执行的事情上面 那就是科学程式开发 fantific programming 我特别不用fantific computing这个词 因为确实不大一样 如果我们要computing的话 我们要计算 其实我不一定要写程式 我用别人写好的程式 我使用套装软体 我都可以做很好的计算 但是fantific programming是指 我真的写程式 去做包含刚刚讲科学的 工程的处理词者等等的应用 我们着重在 那在programming上面 我们就会重视我们真的把coach出来 然后我们的程式要能够把结果 还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我不能只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写好程式 看起来对 我需要用这个程式的人 他也得到好的结果 我们要让软体它的结构完善 让我们好维护 让我们可以继续有效的产生结果 而且这些结果是我相信 你也相信 大家都相信 那如果要总结的话 我会说 在所有我们的这些目标 和指引手段之上 我们会着重三个 不同的dimension 强度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非常非常的多样化 光是科学一个词 其实就包含非常多的事物了 很多事情 你交通所有事情 几乎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处理 我们还要处理工程 对各种事情 也有所需求多多的人 我们非常重视每一个不同领域 不管它是主要的发展领域 或者是资源领域 这里面的需求 以及我们同业的人 我们希望能够把所有这些人 都能够放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面 让大家可以做 需要对话 如果我们只是人在一起不讲话 其实跟没有在一起 是差不多的 我们需要有沟通有互动 那不只是用程式来沟通互动 我们也是面对面的 参加研讨会 表现我们的结果 以及听听别人的意见 那当然在我们其他的活动里面 不会这么的正式 我们也不会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会用更轻量化的方式 来让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这是一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开发 我们一定要做出东西来 当然这里面必然包含了 我们怎么写程式 但我想他就不只是写程式而已 还有包含其他的部分 让我们能够把系统开发出来 而且最后可以递送到 需要的写系统 以及其他的结果的文件上 这个是来我 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执行了什么事情呢 我描述一下 我们其实差不多是从2020年初 或是2010年级的时候 我们开始举办 我们叫Sprick 冲刺开发 当然这个冲刺开发 其实就是我们在Python社群里面 常常听到的Sprick 在HR development里面 在Sprick里面也有这个词叫Sprick 意思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概念是有点接近的 在Open Source或在Python社群里面的Sprick 大家就是在一起去开发 软体系统 这软体系统通常是一个相当具有持续性的专案 或者很多专案 所以它比较不像Hackathon 可能一个人到Hackathon的场合里面 他跟其他人讨论 会想出一些专案 有这样的状况 但Sprick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从三年前就开始做这些Sprick 然后我们从去年也开始有一些更频繁的meetup 大家就会比Sprick更轻量 我们可以说有没有专案 我们都可以meetup 但如果要Sprick的话 我们最好是要有专案 而我们在办Sprick和meetup之后 我们基本上是分手这个原因 我们可以在meetup里面讨论专案以及开发专案 我们一定会在Sprick里面讨论专案开发专案 所以通常Sprick我们是办在周末 然后meetup的话我们会办在周末 因为时间的长短会决定 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 这些活动都是用来鼓励以及促进 我们社群的成员 我们是将来的成员 可以投入一些专案开发 专案开发其实非常需要对话 我想各位如果有在引力或非引力机构里面 做系统开发的一定有这个经验 面对面讲10分钟强过你 在电脑前面看两天 所以如果有local的本地就有developer的专案 是对合作开发非常有帮助的事情 但是本地的专案是要不容易大 假设我们希望比如参与Python的开发 台湾并没有多少个Python的developer 就是contribute to Python的developer 我们很需要其他境外人士的帮忙 这个非常开发的效率稍微会比较近一点点 我们希望透过Events Spring 鼓励大家就多做这些开发 不管是我们自己有很多本地开发者的专案 或者是我们需要依靠外地开发者的专案 都可以 但是越做越好 那我们会配比不同性质的专案 让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发展 系统阶段上面 以及在我们想要发展的方向上面 都尽可能可以找到我们做的事情 那最后我们当然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希望 我们不是只是关在台湾做 我们也希望可以到其他地方 和不同的人一起选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有兴趣的话 我们应该去韩国啦 去日本啦 去马来西亚啦 去印尼啦 去美国啦 去美国啦 去Spring 让我们可以交到更多朋友 我们可以有更广阔的平台 可以一起来发展 反对国关面的程序 那这是我们办过的一个活动 我们从2020年 我去估计计计计计算了一下 我们办Spring的数量 Milk办了很多啦 Spring就通常是每个月办一次 不一定是哪一个周末 我会用某个礼拜六 然后会有大概三四个礼拜的准备时间 时间 准备时间拉得比较长 是因为不希望我们的志工花太多的力气 那你把时间分散的话 事实上花的力气不会太多 那就很容易可以在我们的业余的时间范围之内 去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到现在大概办了三十个会 还会继续增加 那也非常需要更多的志工 一起来办这些Spring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结构做的满流水线了 大家不需要花太多力气 我们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找人一起来写程序 我们能够做的专案就会越来越多 那这次我们目前算是比较 比较有人气的专案吧 我自己是觉得还有点少 我希望越来越多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翻译Python的Document 那有蛮多的人很愿意投入 把它翻成台湾的翻译中文 那我们有一个Syntax的Syntax Library 它是用来做Array Calculation或是Tensor Calculation 另外有MicroTensor 它也是一个做Tensor Calculation 但是它特别是轻量化的 Fonework 把它做到可以在Embeded Fist上面 另外还有我们自己的网站 我们自己网站当然应该是Open Source 所以我们也让大家一直来contribute 我们要办活动的时候 其实就是发Bull request 把网站上面改一改 我们就办活动了 最后一个是Marmash 它是一个用来算 第一算Conservation Law的一个程序系统 希望更多的专案可以加入我们的Sprint 加入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你之后稍微会提醒 也广告一下 大家在Sprint的时候 看起来都非常的帅气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认真 如果你一起来参加的话 就会比我们更帅 所以在Sprint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些问题 如果你还没有想法的话 你会找一些问题 当然这也是在Sprint之前你可能就做了 或是你自己就有一些事情要做 如果你想找人一起来合作开发 那Sprint就提供一个场地 或者说其实不只是实体的Sprint活动 我们一个月才办一次 然后你一个月才讨论一次的话 这个专案大概进步不是太快 我们其实是整个online到on-site 整个framework 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讨论 然后有自己的见面 然后我们的活动 或是我们提供的infrastructure 可是主要是让你来讨论程式的 因为如果要开发的话 我相信大概都是在你自己家的工作站前 或你公司的工作站前面 写程式大概是最快最有效率的 把你自己的Laptop搬到我们的会议室 或者我们办Sprint的场地 其实方便大家聊天和沟通 而不是方便你坐在那个 比较窄的桌子上面写成自己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在 不管是我们online的场合上面 或是在我们on-site的场合上面 我们多有互动和沟通 了解一下别人在做什么 而且告诉别人 或者我应该散过来 更重要是你告诉别人你在做这个 这样才有机会让别人跟你一起学 或者是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因为人在听到事情 然后做反应的时候 然后很容易可以提出一些意见 但是要我自己讲出新的东西 是比较难的 好我们后面会再介绍怎么样 使用我们的online的infrastructure 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就可以像今天这样聚在一起 办一个conference 这样子conference是 当然也收集了很多 本来就对散配programming computing 有兴趣的人拿着节目 他已经做得很棒的成果 以及我们在Spring 这整个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累积出来的成果 我们会每年每年的这样 发展这样的conference 所以我们自己做的系统 这可能是商用的 可能是你个人做的 基于兴趣做的5 project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场合里面发表 我们重视的是散配programming 我们并不是说我做流体力学 所以我要去流体力学的学会发表 实际上如果我是做力学的 力学的学会通常不太在乎我怎么写程式 同理如果你是念物理的 你做天文的 可能他也不是特别在乎你怎么写出 你的这个模拟系统 或者做资料处理 但是我们很在乎 这个地方很在乎 而这些程式开发的能力和技巧 不管你是做天文 不管你是做力学 不管你是做大气 不管你是做地震 其实你用的是同一种电脑 写的程式不会差距太大 是你的应用桥变得很大 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 对在乎写程式的人来讲 我们才能交流 反而是我跑到力学的学会 我到物理的学会 化学的学会 我可能很难找到愿意跟我聊程式的人 我希望把这个场合做到 我们每年或是一段时间 我们就能把我们的成果 写程式的成果拿出来 最后一段我想讲 我们怎么跟着这个社群成长 我想直接用 我们在企业界或在工业界 会常常写的 要连接来说明 当然字不用看 哈哈 重点是这个结构 我们是一个追求成长的主题 我们想要多写程式 那如果表现在这种工作上面 我们会在这个工作的描述里面 这种成长型的工作描述里面 直接把成长放进去 所以我来做一下说明 首先你要进来 参加这个社群 参加活动 参加conference 带了project 或者是跟人家交谈 然后你可以执行一些 跟这个社群组织有关的活动 这是我们的进入点 当你参加了活动 参加了conference 参加了推 其实你等于就是参与了主题 只是多和少的差别 只要你做了一个 project 就改我们的网站 说我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想多加一个project 你几乎就是已经参与了主题团队 那你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们的organizing infrastructure 运作的 你才知道怎么发project 你不能去改以前已经做好的活动 你要改的是将来的活动 或者是你觉得日期不对 你要修改一下 这些你都应该要用开发者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这样做事 然后我们怎么写音量 有些问题你不知道 可能写request 或者是写开issue 问大家 但是有些问题比较细节 可能也没有办法问得那么清楚 你可能参加Spring以后 找到一个人 然后来谈 这些技巧都是进入 这个组织这个活动 你会得到 这是进入有几个 然后你会成长 你进来了以后 一直可以成长到 你会变成一个非常熟练的community organizer 你就可以跟人一起接受开发 你想要开发的专案 那在中间的成长包含 你会接触到非常多国内国际上面 也在乎这些城市的人 然后你必须要发展 你自己领导这个事情 我们讲领导领导 就是你走在前面后面会有人跟 并不是说我跟你讲你要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但是通常是不是这样发生的 通常是你做了一些事情以后 有人觉得你都有道理跟着你做 那怎么去发展这个 这样子的气质或这样的能力 其实是做了才知道 Sciwork在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也就给你这样的机会 让你去试试看 如果你以前没做过的话去试试看 或者你会做的 在这个场合里面看看 怎么在这座 Gramming的setup下面 Develop leadership 然后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当我们达到一个 很熟的阶段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想用我很喜欢这个quote来讲 当这句话是不是牛顿讲的 我是完全不知道 因为这就是写在UCLA墙壁上面的一个字 那我在一本书里面读到的 但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当牛顿被问到 How he did manage to ge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ravitation The answer was by constantly thinking about it 一直一直写 我们做很多事情 有趣的事情 就会让你一直一直想 譬如说我如果随我太太的时候 我就一直一直 好像不能说有趣 但是我很认真的 当我们很投入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一直想 我想如果牛顿当年没有一直一直想 他应该确实搞不清楚 重力是怎么吃 至于他有没有除了一直想 还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想可能有吧 毕竟他是牛顿 他很厉害 我们怎么样进入到那个一直一直想的状态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自己一直想 你还有伙伴 大家一起想 一起做 进入到一个融合和和谐的状况里面 而且有足够的合作 或者说工作上的默契 我想我们大家在追求职业生涯 或者是这个铁城市的进程 我们就是很追求这样的环境的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愿意少赚一点点钱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 这种有默契 然后可以成长的事情 感觉非常好 我希望在社群里面 我们也追求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让我们感觉很好的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帅的照片 我们每次活动都应该要这些照片 如果说你参加活动 你不想追照你就讲一讲 或者说你希望某几个角度 就是配合 那关于参与呢 各位已经参与了 那我希望这个我们有recording的话 有更多人听到 那他就会照着这个流程到我们的discord上面 然后看到这是婷语的猫 我很喜欢这只猫 非常可爱 所以我们在discord上面有开各种各样我喜欢的频道 猫的啦 吃的啦 卡通的啦 电影的 电影好像还没有 有人喜欢电影就开一个电影的频道 那这种线上的场合 除了是我们工作交流之外 或者说社群的事物交流之外 其实某一部分也是我们生活的延伸 我们本来就会跟朋友交换LINE 交换Facebook 那但是我们是写Scientific Program的朋友 所以你可能不是很在乎我今天去哪里吃了什么东西 但我们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这种生活的外意 那我认为这个对我们 就是社群大家一起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会每天都在乎我吃了什么 但是参加conference的时候 我们聊一聊今天天气怎么样 或者吃哪里有好吃的店 是非常应该而且正常的 那我们在做screen的时候 我们稍微有一些这种讨论 也是应该的 反而说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这个关系不是太让我们这个社群里面 成人体肢享受 好像我们不在乎对方的生活一样 那这并不是非常有默契的事情 所以下面还有很多看起来比较 应和一点的频道内容 如果大家还没有在我们的discord上面的话 就去看一看 我们也是有应该说我们主要要讲很多很认真的事情 但是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关心我们整个社群 我们的多样性的社群 我们做开发的社群 以此效果的一个地方 我想感谢我们蛮多的赞助的单位 包含赞助赞助我们设议的单位 包含PSF 还有PiData Non-Focus 以及HumbleData等等 给了我们很多金钱上面 以及能力上面的协助 非常感谢 另外也觉得一定要提的就是阳明交通大学 是赞助我们场地 那让事实上当我们还是要付钱了 但是用学校单位这样的合作 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场地 我们大家可以一直讨论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开发文化基金会 长期一直以来支援我们许多功能上面的 还有执行上面的许多infrastructure 那没有这些单位的帮助 我们就不可能带到这方面 我非常的感谢 当然也是很感谢我们每一位参与的人 虽然这句话好像应该是最后才讲的 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应该讲的话 从头到尾都应该要一直讲才对 希望我们可以非常享受这样子的conference 然后可以享受我们的 谢谢大家